這篇呢是要跟大家說 從4至740號看《古庸承攬》的相關的認定 那其實在這篇文章呢 感覺是新議題 可是其實它是一個超舊的舊議題 好 就是說現在我們看到路上很多外送平台 那這個外送平台的外送員 他跟外送平台之間 到底他們之間是什麼樣的法律關係 是僱傭還是承攬 然後還是勞動契約 就是在他們發生一些 事故或意外的時候 會顯得特別重要 那所以這一篇呢 我們就會來說 民法上面的僱傭跟承攬 契約還有勞動基準法上面 勞動契約到底有什麼樣的差別 然後以及 市制第740號裡面 相關的一個內容 其實 在 民法裡面呢 這個 所有的勞務契約裡面 大致有三個 就是 僱傭 承攬以及 委任 那其實這三個 非常好記 他的 控制 其實大家就是要記他的控制跟從屬關係 就是控制力 其實控制力最大的是這個僱傭 是 僱傭 就是我們後面會講從屬性 就是 僱傭最大 然後再來承攬 再來委任 有就是說這個 如果說 受任人 他的彈性空間最大 他自己可以 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完成 被委託的任務就可以了 所以在從屬性來講呢 其實 這三個 大家先記得就是 有這樣的一個關係 那另外呢 勞基法裡面 其實又規定了一個 叫做勞動契約 的 名詞 那勞動契約跟這三者 的關係又是怎麼樣 我一樣先跟大家說結論 就是勞動契約 唯一 有 比較重疊相似的 就是雇傭契約 所以大家 常常會把雇傭契約跟勞動契約 做一個混淆 但是大家要記住 勞基法裡面的勞動契約 其實跟雇傭 還是有一點點的差別存在的 那為什麼這個 這件事情會成為真點呢 主要是因為如果 說有在上班的同學 就會知道 沒有在上班可能比較沒有感覺 如果今天你被認定是勞動契約的話 那他就要遵守勞基法相關的規定 那其實勞基法的規定非常的 對雇傭來講 蠻嚴格的 就是 不管是公使啊 打卡 放假啊 什麼的 都有規定 那更重要的是 他必須被納入勞保 那勞保 對於 雇傭來講也是一個 營運成本所在 所以這件事情常常會變成 真點的 重點是在這邊 那為什麼會有 市至第 740號 其實過去 還沒有 外送平台 就是外送員 這個問題之前 過去常常被大家爭議的是保險業務員 因為 保險業務員 大家會認為說他是不是隸屬於保險公司 跟保險公司之間的契約是不是勞動契約 那 如果說今天他只是一直在外面拉保險 他跟保險公司沒有什麼關係 他就只是一個 業務員 那 我們只有要求說 你一個月達到 什麼樣的業績 然後或者是 你根本不用進公司 你就去外面泡你的業務 就可以了 那這個時候 是不是 是不是 所謂的勞動契約 所以才會有這一號 解釋 那在這一號解釋 其實 他針對勞動契約就提出來了 幾個標準 第一個標準呢就是 要去看他 是不是可以去自由決定 勞務擠務的方式 包含工作時間 就像我們講如果一般有在上班的話 都規定你要打卡 可是 如果 今天這間公司是說 隨便你啊 不來也可以啊 晚上上班也可以啊 或者是 也不能說往上上班 就是 完全不進公司也沒有關係 你只要把 該 拉的業務 該繳的劍 有繳回來 其實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 因為工作時間的約定很不同 那這個時候也可以判斷 他是不是勞動契約 那第二個判斷是 他是不是 自行承擔業務風險 這什麼意思 就是 剛才我們說 勞動契約最重要的一點是 他可能會 他 不是可能會 一定會 受勞基法的規定 那 裡面有一個重要的 重點是在於 基本工資 如果說你適用 勞基法的人 你就一定要給他 基本工資 那如果 今天這個業務員 他只是去拉 如果 不認為我們之間的關係 是勞動契約 只是一個承擔 或委任的話 那這個時候 他可能 他的 這個 錢要從哪裡來 有的錢就是 就是 就是像 就是像 業務員嘛 業務員他就是 你拉幾件我就給你抽成多少 這樣 然後 再講白話一點 就像 我來上課我也沒有被 這個 補習班給雇佣 就是我 來上幾堂課 就收多少錢 這樣 所以 這個時候就可以判斷說 他是不是 自行承擔業務風險的一個主要的 判准 就是看他報酬的一個計算基準 所以不可以以他是不是 受這個保險 業務員管理規則 因為 我國有一個辦法 叫做保險業務員 規則 作為認定的依據 這個是 是 第740號的一個主要的重點 那這個號解釋呢 也被 認為說是一個 勞動契約判斷的標準 因為過去我們對勞動契約的判斷標準 其實並沒有那麼明確 在這個 在這個 試制裡面呢 就重新的在被檢視 因為我們再回頭過來看勞基法 其實他寫得非常簡略 就是有寫跟沒寫一樣 就是約定勞固關係的契約 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 並沒有針對一些具體的判准 去做一些 界定標準 那在這個試制裡面 其實就把他提出來 那 在這裡面呢 他有提到人的重屬性 然後勞務的給付時間地點 然後專業職度關係等等 然後去判斷說 他是不是勞動契約 那其實有同學 這邊要插一下 就是 有同學會問說 這個是解釋理由書嗎 在寫憲法的時候 他會覺得說 解釋理由書要不要背 要不要 要不要寫出來 其實 如果你背得起來的話 我是蠻佩服你的 因為 有 有 這麼多的解釋 好幾百號 的解釋 光是本文都背不太起來 所以 有的時候 如果說 你在念書的時候看 解釋理由書是 輔助你 理解 這號解釋為什麼會這樣寫 而不是說 一定要背 因為 解釋理由書 有解釋理由書 然後還有誰誰誰的不同意見書 還有誰誰誰的寫同意見書 不可能全部都背起來 但是 你如果看完這些東西的話 可以讓你 幫助去理解說 我要怎麼理解 這一號解釋 這樣 好 那 其實傳統有個真點 是在於說 我們剛才還有講說 民法上面的 契約 就跟勞務有關的契約 是 雇佣 承攬 跟 委任嘛 那 勞基法裡面有規定 勞動契約 所以常常常會問說 勞動契約是不是等於 雇佣契約 其實 實務上是 才否定的見解 就是 什麼否定的見解 就是 大家如果說 用圖像話來理解這件事情的話 不可能是說 這個是勞動契約 然後 雇佣契約 其實他們 之間是有很大一部分的 重複的 就是 他們之前有很大一部分重複 可是還是有 小部分這樣子 不一樣的地方 什麼叫不一樣的地方 也就是說 勞動契約 他可能會有一些 比較不一樣的要素 像是 承攬 或者是 委任等性質 也就是 今天 我聘一個人進來 出去拉業務 我還是規定他一定要來上班 我還是規定說他每天都要打卡 然後遵守我的工作規則 然後我也會給他底薪 可是他 他上班時間可以自由的出去 那你要寫工出單 之類的 那我希望你完成的業務工作 可能就是出去 拉業務啊 或是我委任你完成 一件事情 等等 所以 這個時候 這個勞動契約 他有一些這樣的一個性質存在 可是他大部分 大部分 這個重屬性的部分 就是跟 雇傭契約有 所謂的重疊 所以在判斷有困難的時候 他 實務上過去在判斷有困難的時候 大部分都會偏向牢房 因為他認為說 這樣子比較可以保護 弱勢的 勞工 那這樣的一個判決 這是剛才講的是 過去法院的一個實務見解 那在解釋尤書 其實也有重申這樣的一個 概念 就是說 他的類型可能 會有 雇傭委任 成郎或居間 的一個性質存在 那 其實 他雖然有這樣的性質 但是 如果說他有很大的重屬性的話 還是叫做勞動契約 還是認為他是勞動契約的一個部分 所以在 這個號解釋之後呢 其實實務上針對勞動契約的 見解 雖然還沒有統一一致 但是我們大致上可以理出來 他的一個方向 其實他是以重屬性 作為一個主要的判斷 那 重屬性 他又可以再進一步 分成人格上的重屬 經濟上的重屬 以及組織上的重屬 三項標準 那首先在人格的重屬方面呢 就是他會 這個也是判決 收集而來啊 就是在人格的重屬方面 他可能會去看你的工作時間 也就是 如果說他是勞動契約的話 他會規定說你每天的工作時間 必須要 什麼時候到什麼時候 或者是 雇主有這個出勤管理 這樣的話 他可能就會具有 重屬性 但也有判決認為說 雖然時間是很彈性 有的工作時間很 彈性或者是自由 那 不是用出勤管理這一點來看 並不足以判斷 所以 要繼續就其他的要件去綜合判斷 那其實主要觀察就是在 勞務給付的過程裡面 是不是有 自主的一個空間存在 那第二個是 經濟上的重屬 經濟上的重屬 實務上多 是用 報酬來決定 也就是我剛才講 講的 呃 你就把它簡單想 有些公司就是 你只要來上班 按時來上班 然後不管你工作做得怎麼樣 那時間到了我就會給你一定的薪水 那可是 如果是成長或委任的話 你可能要完成一定的工作 有的工作可能 非常非常的花時間 比如說我 寫一篇文章 可能非常非常的花時間 或是有些人 天生就超級聰明 可能30分鐘就寫完一篇很棒的文章 那這個時候 呃他的那個報酬的計算方式 並不是以他時間的長短來計算 而是以他 呃 產出的量 或者是他拉的業務的多寡來計算 這個時候 呃他就會去判斷說 他是不是跟 雇主事業經營 的風險 或分享他的利潤 就是他做得好 就是多一點錢 但是做得不好 就少一點錢 那可是我是一般上班的員工 他不管做得好不好 他就是 或者是公司有沒有虧錢 他每個月就是 自己 一樣的薪水 這個是經濟上的重屬性的判斷標準 然後 最後是組織上的重屬 其實這個概念比較 比較難說明 就是如果你看 看這些文字比較難說明 但主要 呃的一個判斷標準就是說 他是不是屬於公司的一份子 也就是說他今天做的這件事情 可不可以被外包 就是 就是這樣來判斷就好了 譬如說 今天他經營一間餐廳 那他裡面廚師 就一定是 這個餐廳 很必要有的 一個 人員嘛 對 這個時候就可能是組織上的重屬 可是我他今天 是 影前 科技公司 那廚師這個行業 他可能偶爾會辦會議 需要 有人來 做外匯等等 這個時候這個外匯業者 就是 呃 承攬或委任 那他就不會是 這些公司的人 但 讓大家可以 大致理解他的意思 就是說 他希望說 要去 個別看這個 組織中 生產 經營或 或缺 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 這樣的一個人員 可能我們就會認為說 他具有經濟上的重屬 那在 四字 第 740號裡面有解釋說 不可以直接就是說 他 符合 這個管理規則規定 去作為一個認定的意據 好 所以 重上所述 我們可以知道 說 勞基法裡面有關於勞動契約的判斷標準 就實務上 以及 四字 第 740號 就是 重屬性 重屬性 去判斷 那 我們剛才有提到的 所謂民法 裡面的勞務契約 裡面唯一 具有重屬性的就是 雇佣契約 所以 呃 大家常常會 勞動契約跟雇佣 有所混淆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雇佣契約 它具備 重屬性 那 我們在回歸民法來看 雇佣契約裡面呢 有規定說 雇佣 是當事人約定 一方 於一定或不定期限 內為他方服勞務 這個時候就是雇佣 可是如果是承攬的話 就是當事人約定 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的工作 然後他方等工作完成的時候 再給他寄付 所以 就是 如同我們剛才講的 食物上 今天你去上班 你不管做得好不好 你做完一個月之後 就每個月發薪日 就會給你薪水 這個時候當然就會認為說是 勞動契約 可是如果今天 他沒有約定你工作的時間 你只要把這件事情完成 這個時候可能 他就是 所謂的 承攬 從 法條的規定來看 兩個 很好區別 可是在 食物來看 有的時候會 不太 那麼簡單的區別 所以我們 還是要回歸 個別的條款 去看他有沒有 自主性 我們一開始就講了 自主性最低的 就是雇佣契約 然後再來是 撐攬契約 再來是 委任契約 那法院 現在主要的判斷標準 也是 從 從屬性 來判斷 那 其實 又有同學常常會問說 就是在改考卷的時候 大家會常常把這個判決字號寫出來 我知道大家就是 在 寫 每個月的考題的時候 可能會參考一些東西 然後 並沒有真的那麼模擬 可是你在考試上 我真的覺得 百分之百背不出來 因為你又不是Google 也不是法源 所以 你只要把 相關的 實務 你只要寫說 實務認為說 目前 勞動契約的判決 具同屬性 然後分為人格 只要大致寫出來 其實大致有分數 至於 這個判決 要不要寫 我覺得沒有那麼重要 判決字號啦 那 最後呢 我們又 再回歸到 我們談的這個 外送員 到底 是不是 適用 勞動契約 其實如果大家有空可以去翻翻新聞 就是 勞動部他有 他已經有一些有判 判斷了 就是 有部分的 他認為說 今天你必須要穿我的制服 有的 外送平台好像 還有排班 因為大家 應該會想 如果沒有 沒有加入這個平台 不知道 但是我有 認真的去看一下 因為像有一些 外送平台 他會規定說 如果你要加入的話 你要先排班 就是 下個禮拜的 幾號幾號 你可以 進行外送 然後 你在外送的時候 你必須穿我的制服 然後 你 你要遵守 他一些 管理規則 等等 這個時候他認為 就是具有從屬性 必須是勞動器源 但是有一些平台 他 並不需要你排班 有一次你拿起手機 然後你就說我現在開始上線 就可以去送 然後 他對於你的服裝要求 沒有那麼嚴格 那可能會要求 會給你一個箱子 讓你裝這些食物 但是 箱子不是唯一的要求 好嗎 就是 他還是會去綜合 綜合判斷說 是不是具 重屬性 所以如果說考試上 來說 他不會直接問你說 外送平台源 是不是屬於勞動器源 因為這個沒有一個答案 我們還是要去看他 具體的 一個 判斷 然後如果說他有一些 成長或委任的性質 其實 如果說他 重屬性夠高的話 也要必須認為說 他是 勞動器源 所以在考試上面 如果有遇到相關的 考題的話 你們可以先寫 就是 從 740號 四字 裡面的判斷基準 開始 描述 然後並且去說 這個 重屬性的內容 是什麼意思 然後再套用 套用 雇佣 不管是 民法 當然是雇佣 雇佣就一定等於 勞動器源沒有問題 所以說他 最常會問 如果在考民法裡面 最常會問的應該就是雇佣 那 你就可以去判斷 他是不是具有 重屬性 的標準 然後 再 判斷說 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屬於 雇佣 然後 是不是 用勞基法中的勞動器源 然後以上大概就是這一篇文章的主要重點 謝謝